千万不要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这三个秘密 对你没好处 海明威有句话说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学会说话 却要花上六十年来学会闭嘴童言无忌的年纪里 我们口无遮拦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但成年之后才发现 有些话可以说无大碍 但有些话却根本不该说 两眼短人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一时激动说出的恶言恶语让人如坠冰枯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无意间的一句话 会给我们带来灾祸 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 很多时候说出的话并无恶意 但在别人那里会被解读出多重意味 做人最愚蠢的事情 就是说不该说的话 得罪别人的同时自己却还浑然不知 最大的悲哀 就是向人透露这三件姿势 看似是朋友间的交流增进情感 实际上是为关系的破裂埋下伏笔 一 透露自己的经济状况 发了好大一笔年终奖金 要奖励自己出国旅游一趟 攒的钱购买一辆代步车了 以后再也不用挤地铁了 终于攒够了新房的首付 准备明年就结婚 是人慌慌张张 不过是为了碎银几两 很多人看住自己银行卡里的数字 日渐增多 不由的和朋友分享这份喜悦 可是分享之后却发现 朋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兴 甚至还和自己慢慢疏远 原因很简单 当你把别人尚未拥有的东西展现出来时 无论有心还是无意 在别人看来都是炫耀 极易招致嫉妒和仇恨 就像螃蟹定律里的螃蟹 当一只螃蟹往主篓外爬时 其他螃蟹会狠狠抓住它 把那只快跑出去的螃蟹踩到自己脚下 人类世界也是如此 当你的经济状况远超过别人时 某些不怀好意的人会故意借钱不还 甚至断你财路 想方设法不让你好过 可当你展现出自己的落魄和经济方面的匮乏时 别人也有可能认为你在哭穷 大多数中国人都坚持财不外露的信念 每当别人有意无意试探自己的资产状况时 总会装成一副没钱的样子 这种心理投射的别人身上 也会认为每一个说没钱的人并不是真的没钱 而是在哭穷 钱永远是最敏感的话题 无论传达出的资讯是经济富裕还是手头紧张 都会被有心人解读为炫富或者哭穷 所以最好不要透露自己的经济状况 二 透露自己对别人的评价 当你看到一个男人在路边乞讨 就认定他有手好闲 真相却是他疾病缠身 丧失了劳动能力 无奈只能拿尊严换生活 当你看到一个女人为了一毛两毛和买菜小贩 争执不下 一定会觉得他斤斤计较 殊不知他可能是个单亲妈妈 家里还有两个孩子要养 我们对别人的评价往往受很多种因素的影响 比如穿戴 贪图甚至地狱 单凭肉眼或短时间的相处 就对一个人做出判断 是偏面的 不正确的 随意透露对别人的评价 正暴露了自己的浅薄无知 对别人的评价又分为赞赏和诋毁两类 很多时候 正面评价更倾向于埋在心里 因为一旦说出来就意味着对对方的崇拜 负面评价更容易说出口 内心不满不吐不快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所透露出的对他人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 正所谓说人是非者 定是是非人在诋毁他人的同时 也无形中贬低了自己 可能会使朋友远离自己 在倾听你对他人的负面评价时 朋友也会担心会不会有一天 你把他作为主角向别人谈论 或许 那个人伤害过你 得罪过你 你委屈 无奈 只能成 成口舌之快 在言语上报复一下他 但对待伤害过自己的人 最好的反击不就是不再理会他 自己越过越好吗 如果你把精力用在说他的坏话上 只会陷入情绪的陷阱 俗话说 一个人的嘴里藏着自己的未来 当你的嘴里满是对别人的愤懑之辞 那也注定 未来修缠于所事 郁郁不得志 随意透露自己对别人的看法 有百害而无一例 三 透露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 刚在聚会上说自己要考公务员 准备每天学习12个小时 请朋友们监督 但到了报名的时候 发现被考的书还没买 每天在朋友圈里喊着要减肥 不受到100斤不改签名 可现实里各种奶茶夜宵一样而也没少 最后体重不减反增 正所谓鱼烟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矮子 大张旗鼓做事的人 往往很难出成绩 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默默无闻 坐在角落里的人 心理学上的社会现实感可以解释这一点 当一个人把自己未来的规划告诉别人时 会降低成功的几率 因为规划一旦说出口 便会觉得自己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聚会上豪言壮语抒发几句自己的理想 就觉得离金榜提名又进了一步 发几条关于减肥朋友圈 潜意识里觉得自己马上就会瘦 一旦向别人透露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就会无形中被社会现实感所迷惑 误以为自己有进步 但实际上什么都没做 没有起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越和别人分享 就越会误以为自己有了很大进步 即使如此 依旧有人倾向于和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人生规划 认为在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 自己能尽快取得成功 可你真的能保证 每个朋友都会对你的规划 抱以赞许的态度吗 你想做医生 有人说做医生没有前途 你计划五年内买房 可又有人说现在买房不划算 每当你分享自己对未来的规划时 总有一些过来人想给你指点指点 正是这些消极的暗示 促使你放弃规划 怀疑自己的选择 未来是自己的 不需要任何人来指指点点 向别人透露自己对未来的规划 不但可能在社会现实感的作用下 放缓前进的脚步 更有可能在别人的消极暗示下迷失方向 最终一无所获 很多人走着走着就算了 很多关系 处住处住就淡了 身在漩涡中的我们并未察觉出异样 回头发现空无异人时 才明白 关系需要经营 说话需要智慧 透露自己的经济状况时 会在无意间刺伤他人的心 谈论自己对他人的评价时 会将朋友越推越远 向朋友表明自己的规划时 对现实毫无意义 有些事情 只适合埋在心里 一旦说出来 无疑是在破坏人际关系的界限感 懂得交谈的分寸 是一种智慧 更是一门技术 只有将这门技术运用炉火纯青时 才能在人际交往中行走自如 非常非常什么 咣 diversity 吧 咣 咣